陶小婷与陶小迪是双胞胎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人,并且更多的时候陶小迪犯的错,是由陶小婷来承担。 作为姐姐的陶小迪更多的是在意自己的利益,在陶小婷的心里想的就是要找个高富帅,于是须整容还改名陶菲尔。 陶小婷知道之后没有一点高兴,是很伤心心疼的样子,而陶小迪眼看着没有好好对陶小婷, 但是在一些事情上对自己的妹妹还是很好的,就是说亲情还是浓于水的,但是这样的亲情在陶菲尔的利己上依旧还是败了。 尤其是陶菲尔一心想进入豪门,却是拿怀孕的事情威胁别人,并且还算计陶小婷,却是被连兽露山而光,这算是陶菲尔全剧最疯狂的一幕。 姐妹反目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,两姐妹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与谈心事离不开的。 当初陶菲尔凭借着自己的脸,不仅找到工作,还想尽办法去接近有钱人,可是大多数关注的就是她的美貌,这也就是人们说的美貌也是一种机会。 但是凭借实力找到工作的陶小婷也一点都不输给陶菲尔,陶小婷是想认真工作生活的更好。 而陶菲尔却是转眼肖想公司董事仇音术,可是让陶菲尔没想到的是仇音术喜欢的却是陶小婷,并且这个缘分还是因为陶菲尔才有的。 在陶菲尔没有整容之前,遇见仇音术的时候,本来是当成她的猎物,却是巧合之下认为仇音术是穷小子。 那个变脸真的堪比唱戏,不过仇音术却是记住那张脸,勿将这个罪名安到了陶小婷的身上。 两人就是这样结识之后,仇音术在相处之间发现,陶小婷并不是当初那个女孩,却是被她吸引住开始追求陶小婷。 可是当时陶小婷并不喜欢她,并且身边还有一位对她很好的叶师傅,可是这个所谓的叶师傅,却是仇音术的叔叔连胜。 一开始是为了公司的机密接近陶小婷,却是渐渐自己也上了心,于是和陶小婷之间的关系是越来越好,并且两人之间也是暗生前诉,都有自己的顾虑才会迟迟没有在一起。 就是因为他们的喜欢,让陶小婷被陶菲尔嫉妒上了,觉得自己一步一步谋划,还比不上陶小婷有时候干的傻事。 并且就算是和仇音术有了关系,她还是喜欢陶小婷,所以才会有陶菲尔陷害自己的妹妹。 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,可能现在陶菲尔心理滋长的嫉妒是不会消失的。 好了,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,点赞关注一条龙,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 听说明我们下期不见不散钦! 虑无耳其他的人数码所属的antas计造成的orp名称! 好什么新刑吧。